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通常我上課的時候 我大概一開始我會講一些故事 那這些故事呢 從這些故事裡面去想說 我們怎麼看這個世界 那第一個故事我要講的呢 是一個有關於 abortion and unwanted children 墮胎跟爹不疼娘不愛的小孩之間的關係 那這故事是這樣子 在1969年的時候呢 美國德州有一個女服務生 她的名字叫Nova McCauvey 然後她就未婚懷孕 然後想去墮胎 但是當時德州的法律是禁止墮胎的 除非你遭到強暴 所以她的男朋友就跟她說 那你就去警察局謊稱你被強暴就好 然後她就真的跑去 結果警察就說 那證據在哪裡呢 那搞半天發現完全沒有證據 所以這招就行不通 那行不通之後呢 她後來就找上兩個律師 那這兩個律師就幫她向德州地方法院提起訴訟 那這個就是非常有名的 Rowe vs Wade 那是在1973年做出的一個判決 那Wade是當時德州 Rowe Dallas County的檢察長 所以她是被告 為什麼她是被告呢 因為這個原告 那當時她也不敢說出她真正的名字 各位想想看1969年 你在德州喊著說我要墮胎 這個非常有生命的危險嘛 是不是 好 所以她就有一個畫名叫 Jane Roe 所以這個case就變成一個非常有名的 這個Rowe vs Wade 那在德州的州法院的判決的時候呢 事實上德州州法院已經判決 這個禁止墮胎這個法律是違法的 可是他們並沒有對德州州政府 提起一個禁制令說你不可以執行這個法律 所以雖然法院判決說這個法律是違法 可是這個法律還是持續的怎樣 影響著你 所以他們就繼續上訴 最後在聯邦最高在最高法院的時候 最後那Spring Court 美國Spring Court那九個人呢 最後就以7比2的這個比例呢 7比2的投票結果呢 判決這個Rowe勝訴 那勝訴主要的理由是什麼 是說如果你禁止一個婦女墮胎 基本上你是違反了她的隱私權 採取的是這樣子的一個理由 可是聯邦法院最後也認為說呢 這個東西其實是有一個平衡的 就是在哪兩個點上面取得平衡呢 在婦女的隱私權或者是婦女的選擇權 以及什麼 生命權嘛 是不是 所以在這邊這個法律判決最重要的issue就是 你要把紅線畫在哪裡 你先把紅線畫出來 人家才知道我有沒有要踩到紅線 而不是你踩下去了 然後你才說 我的紅線在這裡你踩過去 對不對 好 那麼紅線畫在哪裡呢 紅線就畫在一個叫做viability的概念 就是說你是不是能夠在 胎兒是不是能夠在母體以外自然存活 如果是的話 那這就是一個人 那人就有生命權 那所以這個時候隱私權的這個weight 就會沒辦法override那個生命權 那反之如果是不是這樣子的話 那就OK 所以那這在這個法律上面 就是有一個所謂的嚴格審查的機制 所以大概最後大家的共識是說如果是 好像是18到18週 16週還是20週 確切的數字我記不太得 在這個期間之前 那婦女基本上是可以 跟醫生商量之後就多胎 那這個法律基本上被這個 婦女運動 女權運動認為是一個 在司法史上有非常重大的勝利 那他們就把它直接叫做這個 pro-choice 就是贊成選身體的自主權 贊成選擇權的意思 那在美國社會裡面呢 如果你一講到說你反對墮胎的話 這其實雖然一直到現在 還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這個讓美國社會分歧的一個issue 不過一般說來在這個college裡面 或者是在收購 就是教育球比較高的這一群人裡面 他們好像是比較傾向就是說pro-choice 那這些反對墮胎的人呢 大概就一直被壓著打 那一直到1990年左右呢 他們就想到就是說 我們被壓著打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一個是因為 這一個口號太響亮了 那我們就好像我們只要反對墮胎 就是反對女生的這個選擇權 這樣不行 所以他們有一個很聰明的人 就幫他們想了另外一個口號 他說我們是pro-life 好 兩相對照之下好像就 雙方都各有一個可以攻擊對方的口號 對不對 好 那不管怎麼樣 雖然這一個法案的 不管怎麼樣這個法案的 這個修正案的通過 基本上對美國社會是產生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好 那好 所以這是abortion law vs. wait的背景 那什麼叫unwanted children呢 那基本上就是說 當你被你的爸媽生 有一些小孩是天之嬌子 父母親這個 判了很久才終於判到他 所以就非常疼愛他 可是有一些小孩是怎樣 生出來的時候 或許父母親這個 因為很忙 然後或者是不小心 把他生下來 所以就對他不是這樣子的疼愛 那各位都曉得 社會科學裡面 如果有任何的 對於家 對於一個人未來的成就的 影響的原因是什麼 如果有任何的研究的定論的話 那那個定論就是 你有沒有一個好爸爸好媽媽 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你的家庭背景比較好 那麼你日後這個學測考得好 考上台大的機率就會大幅增加 那如果你的爸爸媽媽不但學歷好 而且又是台大的 那你考上台大的機率就又更大幅增加 OK 好 所以社會科學的研究表明的是說 你的家庭背景對你的這個 對你的日後的成就是有影響 那這兩件事情 我們要怎麼樣把它連在一起呢 有沒有讀過一本書叫做蘋果君子經濟學 蘋果君子經濟學的作者 那個Steven Leavitt 他是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教授 那剛好也是我的指導老師 那他就想這樣一個問題說 那如果以從以前 從一個禁止女生墮胎的狀態 轉換成今天女生如果說發現 這個小孩我現在懷孕了 但是我如果不能墮胎 我就只好把他生下來嘛 對不對 那我如果可以墮胎我就有兩個 我就可以選擇就是 我是不是要把他拿掉 如果今天這個狀態 法律的狀態有所改變 那對被生下來的小孩子的組成 會不會有什麼改變 他去想這樣一個問題 那這問題其實是非常 這個結論其實是非常直覺的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懷孕 有可能是你真的很想要 那有可能是你覺得時間根本就不適合 OK 那但是在不能墮胎的前提之下 不管怎樣你都得把這小孩生下來 那這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生下來的小孩 被生下來的小孩裡面就有一群是 always是怎樣 不是在一個good timing被父母親生下來 那這個時候父母親 特別是媽媽 可能如果說單父照顧的 的這個義務基本上是母親的話 那麼把媽媽或是媽媽會怎麼想 每天看到你會覺得說 你真是我的心肝寶貝這樣子 還是會說都是你 你看我的同學現在 可以來上林老師的經濟學原理 可是我卻要怎樣在家裡照顧你 我的未來就被你毀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小孩就很不幸的變成什麼 unmented children 對不對 好 那日後的狀況會是怎樣 當他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受到比較好的照顧的 受到照顧比較差的時候 最後他的這個所得 他的教育程度可能就會比較差 那所得跟教育程度比較差 他基本上又跟是否犯罪是有關聯的 所以Levitt就去想說那這些事情是不是可以連起來 那如果可以連起來的話 我剛才講的故事就是什麼 就是18年前 就是1973年的這個墮胎法律的廢止 禁止墮胎法律的廢止 會在那個時候開始影響到什麼 那個時候出生的小孩子的組成 那這個出生的小孩子的組成 受到影響之後在 所以接著下來這十幾年慢慢慢慢 你會看到他對社會產生影響 那他想要看到的影響是犯罪率 那麼在美國的話呢 其實在台灣也差不多啦 大概就是說誰容易犯罪 第一個是年輕人 特別是18歲到25歲 這一群人是大概最容易犯罪 那血氣方肝嘛 那常常就是為了這個強女朋友幹嘛 就打他大膽出手 或者是覺得這個社會對他不公平 所以就這個去搶 去搶劫 所以第一個18到25歲 18到25歲的年輕人 那第二個呢 是18到25歲的 第二個比較容易犯罪的族群是男生 如果你去監獄裡面 你去看這個被定罪的 大概90%大概都是男生 那我之前曾經做過台灣的 有關年輕人這個犯罪率的調查 我上方拿到一些還滿個體的資料 然後你就發現呢 我在裡面呢 我要分析了 我在裡面找不到女生被關的紀錄 好像整個加起來只有十幾個人 可是男生有好幾萬個人 所以到最後我的研究結果 我只能說這個是男性樣本的結果 好 那如果今天18年前 回到這裡就是說 如果今天18年 我們剛才已經講了 18到25歲是比較容易犯罪的族群 那麼這一個1973年的墮胎 藉由改變了當初出生的小孩的組成 會在多久之後開始影響到 未來的犯罪率 5年嗎 不會吧 5年他才5歲嘛 頂多只是在playground 揍其他的小朋友而已嘛 是不是 什麼時候開始 18到25對不對 那麼美國因為是各州的法律不同 所以有一些州就是可能原來就已經 這個墮胎管的比較鬆 有些管的比較嚴 那接著這個聯邦法律通過之後呢 就開始有人 聯邦壓壓之後 各州就開始要修改他的法律 那這個時候就各 所以基本上各州 州跟州之間實施這個法律 廢除痘胎的這個時間點是不一樣 那你來猜一下 哪一些州基本上是比較早廢除 哪一些州是比較早讓痘胎合法 一定是索多瑪嘛 一定是那一些上帝如果要降天火 就一定要降到這些地方的嘛 像哪裡 紐約嘛 加州嘛 Las Vegas嘛 這種邪惡之處嘛 是不是 好 所以這些州是比較早 老早 可能在這個論位之前 其實他們就已經非常鬆了 那哪一些州是一定 你雖然聯邦通過 但是你還是覺得說 聯邦不應該管我們的事 我們就是要過我們這樣子的生活 可是到最後實在頂不住壓力才開放 Iowa嘛 Nebraska嘛 就是這種比較這個中西部 這個比較所謂的這個 Churchgoer的州嘛 那這個適用這個法律的時間先後 是不是就剛好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好的自然實驗的場所 他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是不是這一些比較早做這件事的州 他們的小孩比較早 那個時候的小孩比較早到18歲嘛 所以他們就會在比較早的時間 那比如說如果是1968年的話 加個18歲是多少 1986 是不是 可能在比較早的時間點 你就會開始慢慢看到什麼 犯罪率的下降 那麼Adopt比較晚的州 就會比較晚看到下降 而且這個下降如果是來自五六十歲的老頭 那對這個理論有沒有好的幫助 沒有 一定要是誰 年輕男生 對不對 年輕人啦 因為基本上大部分是男的 那Larry就去看這個所有的資料 然後用一個非常標準的 我們經濟學家常在用的這個計量方法去處理 那最後果然看到這個計量 所以他的結論就是 二、三十年前的這個所謂的蝴蝶 墮胎法所產生的蝴蝶效應 居然在18年後開始對 未來的犯罪率產生的影響 那你可以想像他這樣子的說法 他寫出這樣一個故事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乾冒天下之大不惠的 為什麼 如果你是churchgoer 那你一定會說什麼 你基本上是怎樣 在替墮胎合法化找到一個什麼 藉口嘛 對不對 你就想像就是說在帝佩的時候 在聯邦法庭帝佩的時候 如果今天這個案子再被提出來 那這個政法律師一定會說 有這個好處啊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不是這個churchgoer 你不是共和黨 你是民主黨 你會高興嗎 也不一定會 因為這個故事好像是在說什麼 你就是家庭背景不好 所以你生出來的小孩以後就比較慘 所以這個nature versus nurture的這個地背裡面呢 你的nature基本上是影響你的未來 是佔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這跟這個所謂的民主黨人的 這個pro-choice 就是說人啊只要自己好好努力 就最後可以有非常好的結果 這樣子的想法是互相矛盾 所以當初我記得他剛開始把這邊文章寫出來 然後像紐約時報跟芝加哥論壇報也都有登 然後也都還全榜 你想想看打開這麼大的報紙 這一整頁也就在講這件事情 然後有一半是他的照片很大張的 然後他就開始收到非常多這個 這個life-threatening的這個email 假如要去死啊幹嘛的 打電話來罵他這樣子 那在那一陣子剛好我還在寫我的博士論文 所以我常常去他辦公室找他的時候 我談了半個小時之後我就發現 我本來是坐在靠窗邊的椅子 在半個小時之後我的椅子會自動移到一個 這個從窗外看不到我的地方 因為我很怕外面會有子彈射進來 所以 那因為其實在那個時候就是真的就剛好 就是會發生這種執行墮胎的醫生就被 就有人企圖要殺害他 但是那我問他 我每次都問他說那你怕不怕 他每次當然都要在學生面前 大家要跟我講說我才不怕這樣子 好 那這個研究結果呢 我待會會把他跟整個經濟學再連接起來 但是至少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經濟學家基本上是 我們不怕去挑戰這個 conventional wisdom 我們不怕去挑戰傳統智慧 那我們更喜歡讓你覺得渾身不舒服 然後為什麼你講這話跟我的道德感完全矛盾呢 但是在逼迫你去想這些事情的同時 我們在意的其實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整個推論的過程有沒有邏輯上面的漏洞 那你如果告訴我這個推論不對 有邏輯上的漏洞 那我們都會很高興 然後就寫一篇reply的文章說 有人說這樣然後我發現我錯了對不起 那這個至少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看 我們認為把事實搞清楚 把邏輯推論的步驟搞清楚 比起你在那邊深思粒解的說 這個才是道德 這個才是正義 我想對整個社會的進步或者是進展 或者是改變 whatever 事實上是更有幫助的 好 那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是為什麼要擁有核子武器 好 那如果你是 因為這個班通常會有不少政治系 特別是國關族的學生 那如果你是國關的學生的話 那麼這個在1960年代的美蘇冷戰禮的 那個過程裡面 核武的相互恐嚇跟賽局理論之間的關係 就是當年一個非常重要的topic 好 那在我們在後面會在 在這個16、17章的時候會再提到 在講賽局理論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整個理論做一個比較清楚的說明 好 但是這裡的話呢 基本上這個東西要講的就是 兩個國家彼此都希望 跟對方和平相處 但是彼此都不確定 對方會不會趁機來修理我 所以你會希望你自己也有一定程度的嚇阻能力 好 所以到最後均衡就會變成 雙方都有一定強度的這個嚇阻能力 因為如果 那最好就是核子武器 因為核子武器是怎樣 就是說當我發現你已經 我發現已經有兩個核子碳在我華盛頓DC頭上的時候 那歐巴馬總統就可以說什麼 反正在20秒我們就要毀滅了嘛 所以歐巴馬就在20秒趕快把密碼唸出來 鑰匙插進去 美國200顆核彈就出來 大家一起死 那當普丁知道歐巴馬這個瘋子一定會這樣幹的時候 他就會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怎樣 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就怎樣 他就不敢發射他的核子彈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就是所謂的恐怖瓶了 那如果講這個普丁跟歐巴馬之間的勾心鬥角 你覺得這個太遠的話呢 那你就想像假設你們家的透天錯 跟隔壁的透天錯前面呢 家裡的車子就是停在你們家前面 可是隔壁的呢 車子比較大 所以常常會就是車頭就突到你家門口來 那你家車子也不響 所以為了這一個家門前的停車會可能會有所爭執 那如果有一天就是你發現他又停在你家門口 你就出去就是準備要按門 你要找人 要找人理論 結果一出來呢 對方出來一個身高190 體重120公斤的大漢 然後問你說 現在車子停這樣是怎樣 那你會怎麼辦 你如果只有我這個size的話 那你會怎樣 你會怎麼辦 你會覺得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大家鄰居互相 摸著必須要回去了對不對 但是越想一定越怎樣 怒嘛 是不是 那怒下一次你可能就也帶個兩個180公分的壯汗一起來 好 然後再跟他 我們再來談一談這個車子要怎麼分配 那對他來說 他說他也發 他發現你upgrade了你的weapon 那他也怎樣 upgrade他的weapon 好 那到最後雙方都終極 就是說可能每一次要談判的時候 後面都站著20個人的時候 其實除非有人突然說錯什麼話 比如說什麼 講了什麼兵的之類的 不然雙方是不可能打起來 因為雙方都知道說一旦開幹一定是兩敗俱傷 好 但是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一個雙方都要把自己的武器 在一個增值的過程當中 雙方都一定要把自己的武器upgrade到最高級的這個策略 但是 然後雙方都不會打起來對不對 好 但是如果就成本的角度來講 成本最 對雙方來說成本最低的方式一定是什麼 雙方就好好談嘛 我不需要說花這麼多錢蓋核子武器嘛 不需要說花這麼多錢去找20個大漢奶嘛 那結果卻和這個原來兩邊都沒有帶武器的時候的結果是一樣 可是這兩個均衡 基本上這個兩邊都沒有帶武器的均衡是沒有辦法維持的啦 為什麼 因為當你知道你的對手一定是鴿派的時候 那就guarantee的你一定是鴿派嘛 他自己都放棄了 他自己爭取自己權利的機會 那我當然就帶個棒球棒 我就把他嚇跑啦 所以這兩個均衡之間 一個social optimal 一個private optimal 那但是這兩個之間要怎麼協調 這個也是賽局理論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我們在那個時候我們大概會再多討論一下 好 那第三個故事就跟這個校園裡面的老師 就有一點關係啦 那各位曉得在大學裡面的大學教授 是一群很奇怪的人 我們這個每天在講台上一直講話 然後禁止同學在底下講話 然後當我們進了一個系 然後經過五六年之後 那麼系上就會有一些資深的老師就會開會 那開會就會說 林明仁在過去六年之內的表現如何呢 那我就會有人說 他這個研究做得也不錯啊 教學做得也不錯啊 那可能會有人說沒有啊 他都不尊重我啊 叫他做什麼事都不做啊等等 大家就會開始討論 或是說他的研究做得不好 但是anyway到最後大家就會投票 那如果今天投票通過了 那我就有一個叫做所謂的tenue 終身聘任 終身聘任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除非我在台大幹了殺人放火的事 不然學校不能夠因為我的研究做得不好 或者是我的教學做得不是很好 而把我怎樣截拼這樣 我現在就有tenue了啦 所以其實如果躺著幹 好像tenue是可以保障我 我就從現在開始再也不做研究tenue supposedly是要保障我 這個制度是要保障我 你會覺得怎麼會有這麼奇怪的制度 你回去問你的爸爸在什麼台積電工作 或者是在哪一個公司工作 有tenue了嗎 這個月業績沒達到就被老闆定了不是嗎 三個月之內業績沒有達到 老闆可能就直接請你走路對不對 那為什麼大學教授會產生這麼樣 產生出這麼樣一個特別的制度 為什麼 那台灣在討論這個制度的時候 大概是在1990年代 就那時候就是 台灣的政治社會開始有一個很重大的改變 那台大的師生事實上也都參與其中 你們應該會在你們的公民課門 讀到什麼 萬年國會改選 野百合運動等等 那當時剛好我也是那個年代的人 所以這個前一陣子 我在我的小孩的公民課本參考書裡面 讀到這一段我就覺得很怪人 就你自己做過的事 在你的小孩的教科書上出現了 好 那在那個時候台大就開始就有人在說 我們台大教授應該要有tenue 因為在那時候之前台大教授是一年一聘 每年你會收到聘書 那基本上之前是沒有聽說過的時候 校長就會有一天突然就跟林明仁說 我不發聘書給你了這樣 那你去找校長找不到人 基本上沒有這種情況 可是在當時因為台大教授介入這個 當時的政治環境還算滿深的 所以就開始有人說 會不會校長明年就怎樣 你不聽話我明年就不發聘書給你了 因為他不發聘書給你 你也沒責 那你就不再 學校不聘你 所以你就不再是台大老師 所以那時候台大老師就有在討論 就是說我們應該引進終身聘人質 那因為引進 只有引進終身聘人質 才能夠阻擋所謂的政治迫害 所以這一個system的第一個supportive 的hypothesis 一個支持這個制度的第一個假說 就是所謂的政治迫害說 可是如果你是一個經濟學家 或者是如果你是一個經濟學家 你可能會想說奇怪 那這個Tenriol是從美國開始出現的 那美國基本上沒有 在McCathie那個時候可能有一些 但美國基本上沒有政治破壞 那他為什麼會生出眾生聘人質 那在當時的台大討論裡面 好像也有人也贊成 但是持另外一個理由 所謂的敬老尊賢說 那意思就是說 哎呀 林彬仁這個年輕的時候很拚 可能他現在已經50歲了 腦袋不太靈光 那個眼睛也看不太見 那這樣子你還要逼他 就是一定要做研究 他幹嘛這樣太 這樣太殘忍了 一點人情味都沒有 對不對 不夠敬老尊賢 所以我們就要 因為要敬老尊賢 所以要再給他終身聘人 那一樣 哎 美國人也沒有很敬老尊賢吧 那他們也是 終身聘人是從哪裡出來的 所以就在1987還88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經濟學家就去想這個問題 他說那為什麼 為什麼學界最後會演化出這樣子的一個制度呢 背後一定有他的理由嘛 是不是 好 那他的故事 這個經濟學家的故事是這樣 他說大學教授基本上跟其他的這個受僱者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是大部分的受僱者 其實比如說你是這個台積電的人 那你就 你這三個月沒辦法把經緣 從這個8吋變成22吋還什麼的 你就被fired了 這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衡量的標準 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衡量的過程 那你是在 比如說Toyota賣車 那你這個月賣幾輛 這個都很容易就可以major 對不對 好 那你如果是補習班的老師 你的學生有多少考上台大 這個都很好major 可是對於一個大學教授來講 因為學術分工越來越精細 導致什麼 隔行如隔山 所以一個社會系的老師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判斷經濟系的老師 到底研究做得好不好 因為他看不懂 那同樣的道理一個經濟系的老師也看不懂 無法判斷社會系的老師到底研究做得好不好 好 所以 所以最後這一個 那同樣在經濟系裡面 做總體的跟做個體的 可能互相也怎樣 或許有一點點概念 可是互相其實也快要 完全看不懂對方在做什麼 在這樣一個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之下 我把這個講完 我們再下課吧 在這樣一個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之下 如果今天有一個新老師要被聘進這個系 最後最有權威 最能夠看得懂這個新老師的研究 到底做得好不好的人是誰 是這一個系裡面跟他領域非常接近的人嗎 是不是 好 比如說這個隔壁教室的洛明慶老師 我們兩個領域很接近 所以如果是他比我先進來 那現在假設說我比他先進來好 我們用這樣子的故事來講 那我就坐在這邊 我已經這個做了好幾年了 然後這個年輕有為的洛老師 就帶著他的研究就來了 然後我就interview他 那我就發現 哇 怎麼研究做得這麼好 那樣子 驚為天人 可是我來到台大經濟系 一定是我們的正系之寶 那如果你是我 你會怎麼想 你會說 喔 為了系著想 我們應該要把這一個年輕人怎樣 趕快把他拉進來 這是假說一嘛 假說二是什麼 他如果進來那我要怎麼辦呢 他這麼優秀 研究做得這麼好 那我不是在系上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嗎 然後我就摸摸我的八字弧 然後這個搓搓我的兩顆鐵球這樣 然後我就說 這個洛老師雖然看起來是不錯 可是 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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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聽我這樣說 其他也無法判斷了 那所以就怎樣 好吧 那就這個 下一位 來 沒錯 所以 因為有這樣子的制度 因為有這樣子的資訊的限制 導致這一個可以決定新的人好或不好 應不應該進這個系的這一個人的誘因結構 跟系想要的誘因結構是怎樣 不一致的 所以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 學校就只好想出這個辦法 就說好啦 那就是在你年輕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做得不錯 我們就給你telling 希望你到我這個地步的時候 看到年輕優秀的洛老師 你會想說 噗他進來 雖然這個可能學生就會比較長去找他 但是至少我不會怎樣 因為他進來而被fire 給我多一點誘因讓我願意 願意 t系上挑進比我更好的人才 OK 好 所以這是為什麼要有終身評論制 經濟學校的解釋 美貌到底對你的人生帶來什麼好處 那我想這個在座的各位 應該都不管是站在這一個問題的哪一邊 應該都感同身受是不是 那感同身受的是什麼呢 當然是人正真好 那人正到底有多好 這是經濟學校想問的 經濟學校想問 第一個當然要問 這一個假說是不是成立嘛 人正是不是真的好嘛 是不是 好 那第二個如果是的話 那我們就會再繼續進一步的想要把它量化 問 那人正到底有多好 可是這個問題好難回答啊 為什麼 因為如果要這樣做我們必須要去看每一個人到底有多正 有多帥有多美 是不是 或者是有多醜 好 那這是非常傷感情的事情 那除了這樣之外我們還要能夠把他 把這個一個人的美醜跟他的一些outcome 比如說工資啊 所得啊 這個取到的太太或者駕到的先生的這一個教育程度啊 要把它連結起來 那這個也不是那麼容易 那但是呢 這種奇怪的問題跟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事情 經濟學家最有興趣的 所以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有一個經濟學家叫做 Deniel Hamemash 他的研究其實在Discovery有訪問他過 他就發現說 為什麼他的這個 這是他自己開玩笑講的 說他教學這麼認真 可是他的教學評鑑都不是很好的 然後他就去survey了這個他們學校的所有老師的教學評鑑 跟這些老師長得是帥還是醜還是美 然後最後就發現了 控制了很多其他 比如說這個老師這個研究做得好不好啊 教多久啊 什麼戲啊 把這些雜七雜八的其他的變音 都控制了之後發現 老師帥或者是美真好 就是老師的美醜 基本上對教學評鑑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那在做這個研究之前 其實他老早就做了另外一個東西 他也想去問說 一個人如果漂亮在勞動市場所給他帶來 會不會給他帶來額外的報酬 可是很難衡量啊 然後他就想到一個見招這樣子 每一個國家都會有就是派出所謂的主計處 或什麼這個其他勞動部啊 會派出一些人去訪查 去做一個所謂的 像台灣叫做什麼人力資源調查 或人力運用調查 那美國也有所謂的這個CPS 那基本上就是說會派 政府會派人抽樣 然後到你家去問你說 請問你過去一個禮拜啊 你的工作情況怎麼樣 你的所得是什麼 你的教育程度是什麼 把你一些基本的資料就收集了 那在這些收集基本資料的時候呢 他就告訴那些人說 來 你再偷偷幫我 rate一下 這一個被你survey的人 到底是 beautiful very beautiful normal ugly very ugly 五個選項讓你勾這樣 然後就 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實都還是normal啦 好 那或許有一些就是 那被勾到very beautiful 跟very ugly的人其實是少數的 好 所以 所以接著下來 他是不是就有一組資料了 可以連結一個人的美醜程度 跟一個人的所得 然後他發現什麼呢 他發現說啊 如果你是前百分之十五的帥哥美女組 相較於最底的那百分之十五的阿宅組 這兩組人在其他的條件完全一樣的情況之下 比如說都是台大經濟系畢業的 修林老師的經緣都是A等等等等 全部都一樣 可是三號就上天就是對某些人比較好這樣子 前百分之十五的組相較於後百分之十五的組 他們的所得在控制的其他條件的情況之下 多出大約百分之十五 好 那你會想說 那多出大約百分之十五是多出多少呢 好 比如說三萬塊的話就是四千五嘛 是不是 好 那這百分之十五大概是多大的 以美國為例的話 你多念一年的書 你的所得會增加百分之八 也就是說如果你很美的話 你大二念完就可以怎樣 就可以退學開始去 休學開始去工作了 那你那個八等百分之十五的同學就要念 你乖乖念到大四人 好 那 那你第一個馬上會 這個估計的結果聽起來很大嘛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很會懷疑的人 那你一定會問說 那這真的是美醜的影響嗎 有沒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比如說 其實不是美醜 其實是你怎樣 能力很好 學習的速度很快 YouTube點個兩三下 你就知道怎麼樣從很醜 裝畫畫畫畫畫畫畫 就變得怎樣 很漂亮 是不是 或是什麼角度 什麼一堆 有非常非常多的眉角 但是因為你能力很好 所以你就怎樣 看個幾次就學會了 能力不好的人看了二十次 還是不知道他到底怎麼弄 那你能力很好 同時讓你外表看起來很漂亮 很帥 也同時讓你怎樣 在工作的時候更能夠把握要領 這是一個可能的假說嘛 那另外一個可能的假說是什麼 說對啊 這個為什麼漂亮的人 所得會比較高呢 工資會比較高呢 因為他的漂亮就是他生產力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嘛 那如果這個故事是真的 那他會產生在哪裡 哪一種行業比較有可能看到 還有這個所謂的Beauty Premium 美貌的貼水 服務業嘛 對不對 好 比如說 如果今天有好多家航空公司讓你搭 那你會搭什麼 好 美國 你們說 我們常常在美國的時候搭美國航空公司 因為美國這個空姐的 跟空少的這個勞動契約非常的嚴格 工會的力量非常強 所以你們如果搭常常滑航 大概你們看到的都是年輕的空姐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們搭美國的 大概都是空爺 空爺 空罵啦 然後有時候像我搭過 有一些就發個pina就 很準喔 雖然年紀大還滿準就掉在桌上 好 那所以也有可能就是你的美貌 就是你的生產力 所以你常常大概也會在FB上看到說 四大夜市某某水果攤 有哪個什麼水果正妹 或什麼臭豆腐帥哥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哇 就去排隊吃這樣 老闆就很高興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當然他工資本來就應該高嘛 因為他就幫老闆吸到很多客人 可是撇開這件事情來看 你還是會看到美貌的確有影響 好 那這當然也有可能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因為他能力好 所以他從此讓你看起來美跟這個所得高這樣 可是我們或許可以來問這樣一個問題 就是說先不要管剛剛那些就是估計上面的問題 我們先假設的確就是漂亮的就是所得比較高的 那下一步就是要問什麼 為什麼嘛 對不對 好 那第一個問題要問為什麼的時候 第一個問題可能先得要解決的是 美醜到底有沒有一個一致的標準啊 如果有這個標準是什麼啊 是不是 好 那你們可能會以前如果常常有念什麼高中國文呢 他就會說什麼這個唐朝就喜歡什麼比較肉的啦 好 然後這個漢朝就是喜歡可以站在你的手上的啊 是不是 好 然後這個喜歡什麼病菸菸的 哇 一堆啦 反正大意就是說什麼 就是這個美醜基本上是 就是會因為文化或者是時間而會有所改變 對不對 好 那有很多科學家就想要去問這個問題 那他們怎麼問呢 當然等於要找到什麼 沒有受到文化影響的一群人嘛 那哪一群人沒有受到文化影響 小孩嘛 多小 五六歲的有沒有受到文化影響 可能還是有一些囉 因為到幼稚園就要說老師好 然後不可以推其他小朋友這樣 對不對 小到多小 七八個月應該OK吧 是不是 七八個月你還要跟我argue說他有受到文化的影響 那這個文化真的是博大今生 五遠佛界啊 是不是 好 那假設七八個月沒有 然後就 有一些科學家就做這個實驗 那他們就發現呢 給他 給這些七八個月的baby看漂亮的女生 跟醜的女生 那結果是什麼 看到漂亮的女生 這些baby 不管男女喔 都笑啊 然後盯著看啊 這樣子很高興 然後就換一張 哇 就開始大哭起來這樣 女士不爽的 OK 所以好像有一個實驗的結果是說 這個當然不是說文化不重要 OK 但是好歹這樣子的實驗或許證實了什麼 人類在平斷美醜的標準裡面 有一個element可能是universal的 是塞在我們的基因裡面的 跟我們說肚子餓了就想要吃東西 這個事情可能是差不多一樣的 好 那下一個問題當然接著下 好 如果我們接受了這樣子的一個idea 那下一個問題我們當然就問說 那這些小孩到底看到什麼 好 對不對 他看到什麼 好 那 應該是心理學家 那他們就也去做了這些實驗 那他們發現呢 所以他們的結論是這樣 他們說其實人類覺得美醜的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我們先從臉部來看 如果你看全身當然還有什麼黃金比例啊 什麼九頭身美少女啊 有這種問題這樣 那我們如果只看臉的話 臉上面最大的美醜與否的element是什麼 什麼 眼睛 嘴巴不重要嗎 他們研究發現啊 最重要的一個element叫做對稱 就是你的臉是不是對稱 那是不是 然後除了對稱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就是比例上的問題啦 所以有什麼這個黃金比例就是從這邊來的這樣 好 那他們甚至還發展出一個software 就是說你把臉的照片放進去 他還幫你的臉去量 量一量最後告訴你你有多美有多醜這樣子 好 那我一直不敢去試啦 因為真相是非常殘酷這樣 那各位可以找找看試試看 好 那他就說對稱 OK 然後呢 他去run很多celebrity的這個picture 最後就告訴你說 他們覺得最帥的 是誰讓各位猜 從對稱的角度來看 好 答案是Tom Cruise 還好他不是說Justin Bieber 不然大家就翻臉了 好 OK 所以我們故事好像講到哪裡 好像講到說漂亮有用 然後漂亮是有universal的元素 這universal的元素可能是對稱 那下一步我們就得再問那對稱有什麼好 眼睛一大一小不好嗎 鼻子歪一邊不好嗎 很有特色啊不是嗎 OK 好 那既然這一個東西是塞在 對稱這東西是塞在你的基因裡面 那我們好像可以從演化的角度去想這個問題 因為他好像就是已經塞在你的 你生出來的時候就塞在你的身體裡 塞在你的基因裡面 那好像是說演化在告訴你說對稱的好 對不對 為什麼會這樣 那講到演化通常不要讓事情複雜 我們就想到這個二十萬年前 十萬年前或三萬年前的克羅馬 什麼現代人 克羅馬農人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那時候的克羅馬農人 然後你拿著一隻狼牙棒在路上走 你是公的對不對 然後對面看著一個母的走過來 然後你說 喔 這個對稱 這個好 然後就怎樣 就這個帶回去準備產出下一代嗎 我講的可能太有點太瘋狂了 但是重點就是這樣 重點就是說演化好像告訴你 如果你想要產生下一代 跟對稱的人一起生是一件好事 那為什麼 為什麼是好事 在那個時候的人 他們演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什麼 讓你的基因可以怎樣 綿延不絕地傳遞下去嗎 所以當他告訴你對稱的好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告訴你說 你跟這一個人生小孩 你們的基因傳遞下去的機率會 比不對稱的人跟不對稱的人生更高 那如果故事是這樣的話 那顯然就代表對稱某種程度上 就是一個演化所產生出來的signal 那這個signal再告訴你 我很健康趕快來跟我產生後代 是不是 那麼接著生物學家就再去找資料 再去檢查 就真的發現臉不對稱的人 相較於臉部不對稱的人 是比較健康的 那有一些衡量的什麼各種不同的 基因疾病啊什麼其他的疾病 有這樣子的結果 所以這整個故事就兜起來了 對不對 好而且是來自於各個不同的領域的人的想法 一起把它湊起來 最後講出了一個可能可以解釋 如果美貌真的是有影響的話 它的影響是怎麼來的 透過什麼機制 大小有多少 那最後一個呢 可能更controversial啦 我以前都不會講啦 那不過這到底要不要說呢 給他被錄起來 沒有關係齁 那就說吧 當奴隸好不好 當個奴才 當個奴隸好不好 那你就會說怎麼樣 不自由 無您死 對不對 可是你看現實世界有很多人就是 很不自由啊 可是他也沒有想死啊 他還是就是賴活者啊 所以代表死跟自由之間 其實是有一些trade off的 對不對 好 那 當奴隸到底好不好 而且要講到奴隸制度 就不得不講一定的 得要講到美國的黑奴嗎 是不是 好 那 講到美國的黑奴 你一定就說他們就是很可憐 然後被從非洲這樣運過來 然後就每天在這個農莊 就被主人怎樣 毒打 對不對 好 就非常的淒慘這樣 那偶爾或許會有這個 像Gangle D is silent 偶爾像 有像這種人起義 然後來把這個白人老闆全部都殺掉這樣 但大部分的時候好像感覺奴隸都過著非常可憐的生活 對不對 好 可是 芝加哥大學商學院跟經濟系 有一個老師 叫做Robert Fogel 他今年6月才剛過世啊 實在非常可惜這樣子 85歲還幾歲的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Time on the Cross 那他就去問一個問題 他就說 19世紀末的這個美國南方的奴隸的 這個棉花莊園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組織啊 那他去做什麼事情呢 他去跑去把以前莊園的所有的會計帳本全部挖出來 然後一個一個去對 然後來看一看就是說 用現代會計的角度 重新去衡量19世紀美國莊園的整個生產的過程 好 那這個其實這個就開創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路 叫做所謂的計量史學啦 就是說我們講歷史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這個大臣給皇上的奏折這樣 大臣給皇上的奏折大部分都是假的 OK 好比如說那個吳聰銘老師 現在在101上課 他之前有在研究台灣在清治時期的一些管理的狀況 然後他就發現從鄭克爽投降那個時候 給清廷的台灣的人口的資料 經過100年 雍正看到的數目還是一樣的這樣 所以100年這個莊就一直都是100個人這樣子 並沒有增加 那原因很簡單啦 因為你如果告訴皇上說 這裡已經從100個人 在我的這個努力治理之下 新北市已經從100個人變成有1萬個人了 那這時候你稅就等下多交一點 皇帝就會告訴你說 既然你有1萬個人 你上繳的稅就要增加嘛 那所以對你來講 當然你就是一直都是告訴皇帝說 我這裡就只有100個人了 好 所以那個資料是一個問題這樣 OK 但是Fogel商號就把這些莊園的資料都挖出來 然後他研究得到兩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是 當年美國南方的莊園的棉花田莊園 因為有規模經濟 所以他們其實是比北方的農業是更有效率的 好 那這個結論好像比較沒有那麼 control 所以你會說 那對啊 他們就是有這個奴隸可以奴役啊 所以才會這樣子 可是他在他的書裡面還有另外一個論點 雖然不是主要論點 可是吸出了更多的批評 那這通常人生都是這樣 你覺得A比較重要 B比較次要 然後你去把A跟B這兩點同時說給別人聽 可是最後所有人都覺得B才是你要講的這樣 所以這種事常發生 他的第二個論點是什麼 是當年的南方的奴隸 如果你真的去計算他們的生活到底過得怎麼樣 怎麼算呢 比如說他會記錄 記錄就是說這個禮拜請牙醫師來幫所有的黑奴看牙齒 花了我兩百塊 記錄 然後這個黑奴今天吃了多少東西 買了什麼什麼什麼 記錄 所有的老闆花在黑奴身上的錢 全部都在會計資料裡面 那你會想說 當然你會說他們會做假 可是你很難想像就是一百年前的 莊園的老闆的會計在記錄的時候 他會想到說一百年之後奴隸制度會廢除 會有人來看我的資料說我現在最好寫我對黑奴好一點 不然會被辯師 這個可能嗎 當然可能啦 可是紀錄很低啦 比較有可能說他就是真的按照我到底花了多少錢 因為他要跟他老闆報告嘛 對不對 那他去看那些資料之後他發現什麼呢 他發現其實老闆在每一個黑奴身上花的錢 跟如果你是一個自由人在Industry工作比較起來 沒有比較差對不對 甚至更好的 有的時候可能更好 那但是你當然還是可以說 你當然還是可以說 但是他失去自由 那他一定就是很痛苦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他一定常常被打啊 對不對 那這個都沒有在裡面了嘛 雖然被打可能如果打腿斷掉就有醫藥費這樣子 那剛好這一個農莊也都有就是說 今天打了幾個黑奴也都有紀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可能比如說怕這個棍子打斷還是幹嘛 要買新的嘛 好 Anyway 有這些紀錄 這些紀錄看起來好像黑奴被鞭打的機率的 其實很低 那你仔細去想這也合理啦 因為這些農莊主人基本上就把這些黑奴看成自己的財產 所以對他們來講黑奴跟馬是一樣的 都是我的什麼 生財器具 你沒事去order你的生財器具幹嘛咧 除非你要 除非他不聽話你要殺雞儆猴嘛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整個organize的好的話 對於這些黑奴來講 他可能就覺得就是說 他在目前這樣一個status 他也覺得過得去 所以Fogel就把這個 他其實是把資料寫下來 可是就大概就大家一直攻擊他說 他覺得他是在替奴隸制度講話的 那還好可能就是說他的太太是 是African-American 所以就 somehow好像讓他比較沒有受到那麼多的攻擊 但是你會發現這個故事跟 我一開始講abortion 那個Levin那個故事比起來 這故事可能更什麼 更controversial 更容易被人家罵 但是這些人他們都不怕這樣 那Fogel的話最後就是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那今年其實我們這家哥非常的不幸 就是說連續在三個月之內就過世了兩位的 一個85歲 一個是我們接著下來也一定會講到的 就是Ronald Coase 102歲的 那都已經是高壽 可是他們的研究其實對於我們了解這個世界 其實是有很深刻的影響 好 那你看這邊你會發現什麼 我是講了這幾個故事 我偶爾會提到 我都提到經濟學家的名字 對不對 可是你看這些故事跟經濟學 乍看之下有沒有關係 好像不太有嘛 你們想到經濟學就是什麼 買啊 賣啊 Ben Bernanke啊 彭神啊 正瑣碎啊 奢侈碎啊 這一些對不對 那這些當然都很重要 但是這一些故事 這個abortion跟浪漫地區 都看起來像社會學家在問的問題 核子武器 政治系在研究的問題 對不對 終身聘任 那這個可能就跟勞動經濟學 就有點關係了 那這個人證好不好 這個心理 生物 經濟學都有在研究 那最後這個slavery 那這也是歷史學所在 原來是歷史學所在探討的問題 所以這一些乍看之下 可能跟經濟學無關的一些議題 透過經濟學家的巧思 都變成一個 我們利用經濟學基本的概念 可以對我們了解這個社會的發展跟變遷 更有貢獻的一個工具 所以我願意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花一堂多課的時間 跟你們講這個的理由就在這邊 經濟學是一個工具 你要想什麼問題 那他 我當然不能夠 我很想啦 但是我大概也沒有辦法在這裡 就是百分之百的說 用經濟學這個工具來想 就OK啦 我好像不太能夠用OK這個詞對不對 我當然沒辦法 這麼樣子的百分之百這麼絕對的來提這個事 但是我想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說 如果你想要理解這個社會這一件事情 是怎麼發生的 然後你沒有用經濟學的角度去想一遍的話 那一定是不完整的 所以這五個例子就是我要告訴你 我要告訴你的這個觀念 就在這五個例子裡面 OK